我看到今天最新的消息 就是说包括美国 要给台湾五亿元的军员 要给什么呢 监设的刺针飞弹 人稀式的防空飞弹 等等为主人 反正就是你随时 不然AK-47 或是要拿刺针飞弹 准备要来操演 现在也说 可以先进行相关的练习 跟军事的人员训练 就是邱国正国防部长 亲自公开在立法院 打起的时候说的 所以年轻人当然关心什么 关心自己兵役要延长 兵役延长之后 担心自己 会不会真的要上战场 这可不是开玩笑 不是打BB弹 也不是在打完电动而已 可是真的会拿命去拼的 所以这个问题 反而不能问不给问 我在想说 因为我最近真的也看了 蔡英文推荐的人选之人 所以我特别也看了这一剧 她是不是想要 学习当中的剧情 展现她的包容 对年轻人无所不问 可以开放讨论的 这样子的精神来面对 结果做一半 做表面 只做到这里而已 因为她根本回答不出来这个问题 她也没有办法保障这些年轻人 她未来会面对什么样的未来 还要让台湾变成荒芜一片 然后还是 让他们的就业可以提升 还是让现在失效 要倒闭的情况可以比较好 没有一个问题可以解决 就连一个我自己兵役 我自己面对的问题 她都没有办法面对跟回答的时候 我们的总统 我们的四军统帅 因为加了侧役 她到底能够为年轻人做什么 所以这场感觉就是摆拍概念 已经让年轻人问了不少问题了 我们大家这两天都用了很多 相关内容的讨论 因为蔡统统实在太难问了 她几乎不接受外面对于 时事问题的任何提问 所以对她来讲已经很稀奇 我让你们高中生能够问 亮你们也问出个什么鬼来 想不到他们问的一些问题 其实真的都只指核心 光是被筛选过之后 问到这个两岸和平的问题 我们有没有可能如果真的要打仗 我们有没有实力 有没有能力可以打得过 扛得住 这个问题就答不出来了 更何况是其他的问题 他只能讲说我们 唯一的选项是和平 可是真的啊 从我们刚刚讲到的 美国要给台湾的军援 或者是我们现在军事国防预算 或者是所有的军事配备的编组的演习 各种模式 请问哪一个是要和平 那么有没有任何启动和平的计划 陆委会派那么多人 各种塞的官职 有没有半个人是真的为了两岸 可以重启一些和平谈判 来进行准备的 或者甚至是经贸的贸易清单里头 现在我们农委会或相关单位 有没有人去沟通 两岸之间有没有可以协商 磋商的机制跟管道 让这些清单可以对往我们的农民 或企业界有利的方向来发展 一切都都是假的啊 就通通都没有啊 他面对台湾现在这么大的困境 跟问题的时候 他都只是用片的 只能配合美方的需求 加大力度来做军事准备 那么以防当作美国的棋子 美国需要我们的时候 我们准备好了 如此而已 可是当中美关系越来越好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被抛弃 如果是中美关系越来越严峻的时候 我们有可能上战场 这种很为难的 后面的两个营污者 对台湾的命运来讲 真的是太不公平了 我觉得美国现在真的是 百名把我们当盘子在耍 因为等个半天 我本来以为 大概是给一些零组件什么 结果现在告诉我说要给赤真 你根本是骗人嘛 因为你国防部说 今年就可以拿到 今年你怎么可能拿到赤真 大家忘记了吗 赤真备弹之前 为什么一直没有交给台湾 说是因为俄乌战争 全部都提供给乌克兰 那请问一下 俄乌战争现在结束没有啊 那你今年怎么可能给台湾 这不是从头到尾就在骗人吗 所以表示根本不会来嘛 那这无意也是说说而已嘛 到最后还是供估没有 那我觉得美国现在是吃了 蹭头铁了心了 反正高科技武器一律不给 我现在就专门给你单兵武器 然后反正就是叫你去死就对 已经摆明就是这样做 那我们都没有任何反应吗 我们的国防单位 然后我们的这些政府官员 你们都是准备眼睁睁看着 万一解放军来了 我们就跟他打橡栽 然后把整个台湾全部都会 我们好不容易 自己往自己脸上添金 弄个六都全部稀巴烂 是这样吗 因为你打橡栽一定会有这种结果 你去看看巴赫姆特长怎么样 整个变成废墟啊 就是这样子啊 那台湾打橡栽 未来就是那个样啊 那你要变那个样吗 所以我真的觉得 这个政府不负责任到极点 然后蔡英文 我也觉得很奇怪 你都已经到现场去了 人家年轻学生也在那个地方 你干嘛一定要主持人筛选 你就直接让人家问 马英九就是这样让人家问的啊 为什么马英九可以你不行 反正你也没看稿啊 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不大方方就让人家问了 我也不懂 就算说你怕有一些问题 太尴尬太尖锐 主持人都已经筛选过的问题 你还在跟我问A答B 那到底是要怎样 到底要怎么 怎么样你才能够面对问题去回答 战争不是选项的废话吗 战争 战争这种东西 又不是由你来选择的 当对方如果 对方如果冲到你门口了 请问一下你要打还是不要打 就这么简单 这不是选不选项的问题啊 人家问你的题目明明就是 你我们到底有没有能力 对抗解放军 那你就告诉我们有没有能力嘛 有欠缺就告诉我们欠缺哪些东西嘛 那如果美军会来帮忙 你就老实跟我们讲 还是因为你心里头心知肚明 美军也不会来帮忙 国军现在能力也不足 人家来了恐怕国军扛不住 所以你不敢正面回答 只好在那边东拉西扯 然后连武器都没到 武器显然是不会来的 短期之内不会来 你知道要怎么回 因为你看F-16要搞到2027 然后现在赤身 人家二屋还在打 不会来 然后其他的相关的东西 没有一样短期之内会来 什么时候会提供也不知道 所以看起来美国就只是故意的 他在做一种认知作战 你知道 不断的对外宣传说 今天我要援助台湾什么 明天我要援助台湾什么 全部都在账面 然后没有办法来 然后等到真的打仗的时候 美国就可以对外宣传 你看我有一直帮助台湾 那可是可是他就是台湾撑不住 我没办法 大家没有注意到 最近有个新闻吗 那个泽伦斯基说 我们的春季大反攻 可能还要再等 因为武器都还没到 结果美军说什么 我都给你了 你已经够用了 快去打 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两边会有这么大落差 显然就是美国宣称 要给的武器实际上 根本没有到乌克兰手中 不就是这样子吗 那美国在怀着什么心 你没有武器 你也给我上去打 就这样的意思啊 就硬逼着人 是你往前冲啊 因为美国要的是 自己的战略布局 他管理乌克兰死多少人 那同样他现在对台湾 也是用同一招 到时候他就 他在他们国会 就可以列出来 我们洋洋洒洒洒 要提供台湾这么多东西 所以台湾已经有资格 跟解放军与战 可是实际上这些东西 根本年仅都没看到 全部都没来 这就是台湾面临的现况 然后蔡英文我也真的拜托 你如果真的没准备 或是你不想正面回答问题 你干脆不要去接受 这些年轻人问 你这样去接受年轻人问 我觉得如果我是在场年轻人 我大概是非常独栏而已 因为你说战争的东西 你不好回答你就算 那个自来 就是那个缺水 到底要怎么解决 结果你跟我讲累进费率 你是怎样啊 到底是今天只要 我们实际上已经在用累进费率了 好像身为一个总统也不知道这件事 但我也觉得很奇怪 不管你用没有累进费率 请问一下 因为你用累进费率 上天又比较爱下雨 是这样的意思吗 重点是现在的极端气候 已经成为常态 中南部可能以后会长期面临缺水的问题 请问一下我们怎么解决 管线怎么补 然后我们要去哪里找 寻找新的水源 要怎么样去面对 去解决民生跟工业用水的问题 你的规划到底是什么 全部都不讲 那我也不知道你到底去干什么 我觉得那个宫东高宫最可怜 现场就说 我来之前就知道你们的问题了 我会帮你们解决 我看你是把他们解决吧 直接把他们学校解决掉 以后就没这个问题了 不就这样吗 台湾的少子化已经造成很多学校势必要退场 但政府要不要诚实面对这个问题 你要不要老实告诉家长 这是未来一定要 因为我们现在生的小孩子只有 当初的三分之一而已啊 那你不可能要还留这么多学校 那请问你怎么解决 你的整个机制到底怎么安排 你的规划到底是什么 这些东西都不能讲吗 蔡英文根本没规划 还是 其实你根本懒得理这些事 你的目的只是想去作秀而已 你只是想穿得漂漂亮亮 然后呢 在那边听人家赞美你歌颂你 就是这样子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拜托你不要去 我觉得 赖清德现在恐怕有点逼逼错 因为蔡英文要是最后 最后这半年了 不好好待在家里吃泡面 然后每天到处这样闲晃 我看赖清德票会掉不少 帖写 我今天更把球自己的 都好 我 bliss过的 在那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